大家好我是大蓝头报效新闻 娃哈哈的创办人宗庆过世 导致农夫山泉真是够倒霉的了 农夫山泉就成了风暴的中心 被爱国小粉红示位辱叛徒 娃哈哈的平身印着祖国大好河山等字 是中国人都要支持的爱国产品 但农夫山泉产品充斥日本元素 像钱草四五重塔 甚至连茶几字都被控为晋国神社 让爱国小粉红们欺诈质疑不爱国 看来中国人对爱国情操非常敏感 看到日本元素就像看到老鼠屎 可怜的农夫山泉回应说 那是根据中国寺庙建筑形象所做 但爱国小粉红可不理会 他们只看到了辱华后开始大骂 如果想观看原片的话 就请收看大蓝头报效新闻